尽管不是休假日 步道上还是挤了不少来赏花的人 细致康告坑西生态真的很好 吸水清澈 现在来这里还可以赏花 抬头望去 沿岸上百株的樱花盛开中 粉嫩花朵开满枝头 风景好漂亮 吸引好多的民众边散步边赏花 更多人是拿起手机相机忙着拍照 在过年这一个礼拜中间 应该是我们文化里的樱花 最盛开的时候 那到时候也刚好春假 来福星宫拜拜 也可以到我们康告坑西来赏银 目前我后方的樱花 看起来应该有五成左右了 然后来这边走 其实很有日本的味道 因为它就在河流的旁边 所以欢迎大家这几天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来这边走一走 然后是过年出游的好景点 然后也可以沿着这个 康告坑西这边 一路游玩 然后到幸福宫来拜拜 趁着好天气 一元白佩儒也来赏花 康告坑西步道 这几年营造成为樱花大道 富士荫 山樱花 桃红色 还有粉色花朵 真言比美 悠闲的走在步道上 抬头就是樱花林 一旁还设置了打卡点 拍照有不同的风情 而晚上也很有看头 除了公所中的LED灯 可以赏夜音之外 昔里头白天看到一颗颗大小 布衣的白色圆球 晚上会转换不同颜色 现在都已经装置完成 绚烂七彩灯光 搭配夜音以及溪流的美景 很迷人 景观处也提供50个蝌蚪灯 今天那个施工人员厂商 已经进场在施工 相信晚上应该就可以试灯了 到时候 我们的夜灯开了 蝌蚪灯开了 整个康告根系 应该是最美 很适合大家来欣赏夜音的时候 因应这个樱花祭 那我们新北市政府景观处 今天趁着好天气也进场施工 会在整个康告根系的两岸 然后施作这个夜间的景观灯 让大家来这边的时候 更有气氛 然后也更漂亮 所以康告根系的樱花 从白天到晚上 都欢迎大家来这边欣赏 来这边走一走 文化里樱花祭 今年的花矿很好 目前已经开了五成左右 沿线的樱花树都在陆续的绽放粉嫩花朵 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赏阴不必走远 内藏也欢迎大家到文化里 康告康熙来走春赏花 疫情期间也别忘了配合防疫 戴好口罩 这层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